中秋節也要做的就是烤肉了 不過呢恐怕要墊墊荷包 因為食材恐怕都有漲價 物價呢一直在漲嘛 那麼主計總處在今天 發布了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發現比起去年同月上漲了2.07% 是近18個月以來的最高漲幅 尤其外食費更大漲了4.54% 還創下了67個月的新高 走到菜市場 你是不是也注意到 食物價格總是降不下來 根據主計總處最新統計 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較上個月相比上漲0.43% 年增率更是破2 來到2.07% 創下近18個月以來的最高紀錄 8月份因為天氣比較高溫一點熱 加上中旬有豪雨 所以蔬菜水果價格又比較高 跟去年比起來就漲幅比較大 那外食的部分漲了4.54% 又持續的擴大 食物類物價年增率高達5.6% 其中行政院穩定小組 關注的重要民生物資 像是豬肉價格8月年增率達17.25% 雞肉則是上漲7.51% 雖然雞蛋下格有些許下跌 不過漲幅還是來到21.96% 另外外食費用也大漲4.54% 更是創下近期67個月以來的最高漲幅 雖然CPI年增率破2 不過主計總處還是認為這是溫和的物價變動 對物價變動還是相當樂觀 其實外食費雖然是年增率是擴大 但是它的月增率就是跟上個月比是漲0.16% 是比7月份的0.19%是有下降 從4月份就慢慢有下降的一個趨勢 如果外食部分的價格能夠溫和這樣子一個變動的話 大概9月份的年增率相對來講 如果沒有一些颱風很突發的一個重大因素的話 應該是會漲幅在2%以下 民生物資價格頻頻寒漲 也難怪民眾對於荷包失血這麼有感 經紀日報葉佳華台北報導